瑞穗香农会改选是圆满的落幕了 新任理事长魏清禾 为了让绿色照护站 多元学习体验在地的农产业 特别将自营的农园区 拨用了一两分地大小的农园 作为照护站老人长者的开心农场 同时也提供了菜籽以及肥料和老人长者 共同有机栽种花卉蔬果 照护站的成员也开心的种植耕耘 未来收成将作为照护站共餐的食材之用 自己的共餐蔬果食材自己栽种 瑞穗香农会绿色照护站的长者 人手一把锄头一把菜籽来种菜 这一亩菜园田地更是新任理事长魏清禾 出力照护农村长者的心 这一亩菜园田地更是新任理事长 所以大家的农场可以体验温泉泡脚 温泉水煮蛋 那理事长也提供了一块地 给我们瑞穗香农会的绿色照护站 那可以让长辈们在他提供的地那边种花草 还有种蔬菜 理事长魏清禾播出这一两分地面积的农田 作为绿造站的开心农场 同时也免费提供菜种子和肥料 洒水喷罐系统等设施 让老农长辈轻松自在重农 一起有机栽种花卉蔬果 未来收成后作为绿造站 共餐共食的蔬果食材之用 当然我们也推崇就是从长辈们自己 从产地到餐桌的部分 那也会因为是有机的 所以非常健康 那也会配合我们午餐的工餐的食材 占地不到三分地的开心农场 有将近50多位的绿造站成员 开心弯腰栽种 包括了辣椒、地瓜叶、茄子、秋葵 芋头、线菜等十多种蔬果 这集有机栽种车了蔡安心 瑞农绿造站也落实产地到餐桌 环保有机的生产 食农教育爱地球 记者石玉兰瑞瑟采访报道